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宇宙指定灵魂伴侣也是类似的道理 虽然不见得是那么随性 但一样可以是那么精确 对宇宙彻底释放吸引力的关键在于 清楚地指定你要些什么 当然指定今生真爱给点一杯你最爱的咖啡 需要更多的心思熟虑 想要做出正面的选择 你必须先探索耐心真实的渴求 我确定现在你大概已经知道 自己不要些什么的灵魂伴侣 但要吸引灵魂伴侣还是未够的 你必须提出自己究竟想要些什么 你的要求越清楚越明确 宇宙就越容易回应你的呼唤 现在是诚实地想一想你独有的目标 渴求、品味和喜好是什么的时候了 当你清楚知道对你来说 在人生各领域什么才是真正重要 你就会开始传递出强烈而持续的信息 这个信息将会吸引到一个价值观和目标 和你相仿的伴侣 然而如果你一直无灵两可 摇摆不定落入开放选项的陷阱里面 你恐怕会让宇宙点单元很困惑 不知道你到底想要些什么 最近我辅导了一位 名叫可琳的45岁熟女 她整个成年后的人生 几乎都在寻找灵魂伴侣 一开始我试着引导她 确切地说出自己要找什么对象 有期望和这个对象 共同创造什么生活模式 我问了一个我自认都挺直接了当的问题 你想不想生小朋友? 结果令人惊讶地 她没有办法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 经过进一步的误谈之后 我发现她其实是不想帮人养小朋友 但是又怕如果不愿意妥协 就会减少和年龄相近 又兴趣相投的人交往的机会 一方面她知道自己渴望过的生活中 是没有小朋友的 另一方面她又害怕承认这一点 你认为她对宇宙送出的讯息有多清楚? 抱着含糊不清的态度 可能不单是违背愿望委屈自己 而让宇宙很难为她带来完美绝配 对于 对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